想要学习藏传佛法,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皈依 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心理人口无力艺见真 而台湾人对于藏教可说是越来越了解 藏教当中更分为险教与密宗 相较于险教而言,密宗的修持相对困难些 对于想要修持密宗的众生 若本天性人伯切更给了几个方法 因为众生都能常常在佛学大海当中 对一位佛学初学者想要学习藏密 很重要就是皈依 你要找一位如法的上师皈依 然后依旨上师,亦步亦趋 然后慢慢地从基础的显教经典 一些哲学,佛教哲学的观念 也就是正知正见开始学起 不要浩高骛远 也不要觉得自己学了密宗就有什么了不起 没有的事 在《大藏经》 许多的经文虽然有点深色难懂 但我也看到了坊间有许多的经典白话文 其实大家无法先从经典白话文下手 让自己对基本的经文有些许的认识 显教与密宗不同点在于教法、教义、皈依方式 修行方法不同 就拿皈依来说 显教是三皈依 分别为皈依佛法森 而密教宗是传承 皈依上必须皈依上师 若没有上师的灌顶传承加持 修持的一切法则为无效法 十方新闻人员带已经为您台南采访不到